早上八點多 國民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林庚仁 率領了輔選的團隊 展開一天的敗票行程 自從完成選舉登記之後 林庚仁按照他的步調 一天一個林立 希望要在選舉之前 跑完新竹市全部的林立 當然現在已經從昨天登記 正式開始起步 我們還是每一天 每一里 一步一腳印 請求市民 對我們的政策認同 也肯請所有的新竹鄉親 用選票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一起共同攜手 打造新竹遺跡遺跡遺跡的 幸福城市 一看到路邊有民眾出現 輔選團隊馬上上前招呼 林庚仁也忙著握手問好 最近快到了重陽節 林庚仁特別選定了 兩戶長輩拜訪 送上了秀桃生日禮物 以及歡唱生日快樂歌 提前陪伴長輩們歡度 重陽節 中秋重陽即將到來 我們對長輩的尊敬 我們還是非常的努力 取得長輩的認同 所以林庚仁在這裡 也向所有的長輩來報告 新竹是一個幸福的城市 長輩我們一定要特別的來照顧 讓長輩有尊嚴 新竹市是得天獨厚 有發放老年金貼的一個縣市 林庚仁當選 一定發放老年年金 而且重陽敬老金貼 也要從兩千塊提升到三千塊 我們讓年輕人減壓 讓年輕人好好去打拼 長輩 又和我們來照顧 距離年底的選戰還有八十幾天 對候選人來說一點都不能浪費 要持續敗票掃接 以及造勢活動 一直加油打氣 直到選舉投票日的那一天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